如果我说我没杀过人你相信吗 把刘德华当作服务员使唤 细耍央视节目组反江义军 现场询问徐克是否杀过人 这便是美国第一华人神探 李昌玉 而这位华人神探究竟有什么过人的本事 一生破获八千多起案件 那些神秘而又复杂的谋杀案 经他一番调查后 总会让真相得以大白 李昌玉只关注那些匪夷所思的案件 也至于看到一身西装革履的刘德华史 以为是服务生 而要求他为自己擦皮鞋 依次李昌玉在回国参加活动时 碰巧与刘德华坐在一辆车上 只不过刘德华穿着一身西服 使得李昌玉误以为他是一位服务生 张口便指着鞋子要求刘德华帮自己擦鞋 还要了一杯水 刘德华虽然一头无水 但是却很有礼貌地完成了李昌玉的要求 见鞋子擦得十分干净 李昌玉还大方地拿出几张钞票当作是小费 直到下车时 周围迎上来许多粉丝围观 才从粉丝口中得知 为自己擦鞋倒水的服务员 居然是刘德华本人 这件事后来被李昌玉当作趣事 拿到节目中讲述了出来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华人神探又不知道的事情 然而他的趣事远不止于此 曾经挑战不可能这档节目中 有一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李昌玉 身为主持人的撒杯 您估计也没有想到 李昌玉公然戏耍央视节目组 导致节目一度无法继续进行 即开始 李昌玉需要做的是将一把能开锁的真钥匙 藏在另外一千把假钥匙中间 挑战者要做的就是通过观察和提问 找到李昌玉藏起的真钥匙 深知节目组套路深的李昌玉 果然不安常理出牌 他先是拿着真钥匙来回交换 等众人都没有看清时 李昌玉写下了钥匙所在的号码位置 节目组的镜头也给了一个特写 大家都看到了是数字几 而挑战者松明 经过反复的提问 和观察李昌玉的面部微表情后 锁定了钥匙具体位置 这时李昌玉说了一句话 我当然误导了他一下 最终挑战者松明找到真钥匙 却没有成功开锁 萨贝宁当场懵了 面对这场突发状况 导演直接上台与萨贝宁交头接耳 随后萨贝宁面带沉重地说 我刚才得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 原来从一开始 李昌玉写在卡片上的数字 根本就不是真钥匙的号码 可能是深知节目组的号码 李昌玉用自己的方式 制造了一场暗中暗 躲开了节目组挖好的坑 戏弄了众人一番 最后为了给节目自由台接下 他自圆其说 我第一件事情 给我脑筋里边 给那个钥匙号码忘掉 这样聪明的一个人 又怎么会在节目上 会经思考地询问 知名导演是否杀过人呢 好了 你们有没有杀过人啊 因为妻子失踪 先去查他的丈夫 李昌玉正是凭借着这句话 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 第一位华人神探 他这一生受理过的案子 多达八千多起 揭开过许多神秘又曲折的谜题 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凶手 人在撒谎之的表现 他再清楚不过了 而当他在节目上问起 知名导演徐克 有没有杀过人时 现场的气氛 瞬间变得有些紧张 鲁玉笑容收敛 刘嘉玲坐立不安 而徐克本人 也是脸色瞬间阴沉 随后他慌忙地反问回去时 李昌玉也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测谎纸掏了出来 见状徐克立马将刘嘉玲推了出来 而刘嘉玲也十分配合地做起了测试 不知是节目效果还是真有问题 刘嘉玲的视纸显示出了不一般的结果 见此神探火速圆场 不准不准 当气氛逐渐活跃 徐克也只能接受测试 而他的表现却令人生疑 白脸凝重 手指也紧紧地摁在了视纸上 生怕别人看到结果 当他整个进入了防御状态时 却被李昌玉不经意地一问 对心理学有所了解的网友 应该可以看出 镜头中的徐克手部动作很是平凡 如果事实真如李昌玉所问 那么徐克的表情就已经出卖了他 不过既然是做节目的 就要有一定的节目效果 而这场惊心动魄的问答环节 很有可能是节目组设计好的剧本 而李昌玉也为徐克找了一个很好的台阶 作为国际文明的神探 李昌玉先后参与调查过辛普森杀奇案 肯尼迪强奸案 尼克松水门事件等 这些事迹大案 都是靠他找到了关键性证据在被解案 就以此前日本首相街头遇害一案发生的第二天 有记者就找上了门采访李昌玉 想了解他对此事的分析 而李昌玉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三个字 太大意 当有人问他是否会前去协助调查时 84岁的李昌玉表示了对祖国的尊敬 并早已要是再生为借口 推脱掉了邀请 他的一番发言 所谓是霸气十足 不仅给国人长脸 也体现出了李昌玉的破坏能力 在国际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只不过这样一位业界精英 没有自己后悔的事情 被美国人当成神的李昌玉说 我的前世是和尚 身为无神论者的李昌玉 为何有屡次三番 在公开场合说自己前世是个和尚 李昌玉曾在某次采访中被问到 是否相信林梅时 哈哈大笑着表示不幸 并讲述了一桩略带灵异色彩蛋剑 某天有对夫妻报案称 自己的儿子失踪了 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的酒瓶 和散漏仪底丹棉药 李昌玉由此得出儿子 可能是自杀的结论 毕竟没有亲眼见到儿子多米尼克 父母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死心 于是两人便求助于林梅 在如此这一般后 林梅告诉这对父母 多米尼克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尸体在天花板上 这件事传到了李昌玉的耳朵里 他分别叫来了警方和林梅 在诸多人的见证下 将天花板拆了下来 里面空无一物 而林梅见此情景并不慌 他十分淡定地表示 自己又没说是在谁家的天花板上 没想到当晚李昌玉就遇到了怪事 他梦见多米尼克找到了自己 醒来后 李昌玉虽然有些奇怪 却只当是冥冥之重的暗示吧 五天后 多米尼克的尸体 才被人发现在一处偏僻的水沟旁 他只是因为醉酒 不慎摔倒了水沟里 才没了性命 根本不在所谓的天花板上 对此 李昌玉在后来的探计录中 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靠林梅的指点破案 几率只有万分之一 从这里可以看出 李昌玉是无神论者 他相信一切都可以用科学解释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李昌玉某次在北大演讲时表示 自己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 他说 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无缘无故地哭闹 直到遇见了一位和尚 李昌玉的哭闹才停止了下来 我出生的时候无缘无故就哭 看了很多医生都说没病啊 有个老和尚来化缘 他说我不是来化缘的 我来拜见我的师父 和尚自称是李昌玉的徒弟 但是不愿再来到这世界上 所以才一直哭闹 在改名解成后 他果然安静了下来 那个高尊就跟我妈妈讲 你要给他的名字 本来我叫玉宝 李昌玉玉宝 改成解成 我以前的前世的法名 因为我不愿意来投胎 被罚下来的 而对于自己是和尚转世这件事 李昌玉也不止一次地提过 身是离奇 家庭也不一般 李昌玉加上兄弟姐妹13人 全部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博士 当人们在感叹到底是怎样的家庭 才能教育出来这样一群精英的时候 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很多事情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可能李昌玉比谁都信 只是身处境地不同 身不由己罢了 好好地 可能